意想世界有好消息要告訴你 臺灣獨立樂團 泥灘地 浪人的最新專輯 寶島 賣藥秀 入圍了今年葛蘭美獎的 最佳專輯包裝設計獎 這張音樂專輯曲風是二零 年代的老牌爵士 還有藍調音樂 因此唱片的封面 就用了正錄丸的瓶子 作為主視覺 連字形 排版 還有顏色都非常復古 因為我做了很多研究 發現很多那個時候的藥品 其實那個時候特別是 其實我也是有 臺灣的古代的藥品 跟美國那個年代 維多利亞時代的藥品 來做蒐集資料的 很典型的這種局勢的觀景 那個時候很多 局勢的包裝很多 以正錄丸的包裝發祥專輯封面 來自洋蔥設計的 Android和楊鋒明 為獨立樂團 泥灘地 浪人 最新專輯寶島 賣藥秀 打造二零年代的復古風 入圍今年葛萊美獎 最佳專輯包裝審計 尼泰地浪人 由五位外國人 一位美籍華人組成 特愛爵士樂的他們 以十九世紀初為背景 創作像是街頭賣藥藝人的 隨性叫賣曲風 每首歌就像是在敘述寶島風景 專輯曲風懷舊 還有知名音樂人 鍾永鋒翻譯歌詞 為了符合復古的風格 封面設計Android和楊鋒明 下了不少鼓攻 鍾永鋒歌詞本印刷的 像是早期的報紙 這個困難的話 其實你真的不是古人 你真的沒有辦法想像說 以前做這個東西要怎麼去排它 因為以前的 就拿這兩張來說 因為以前的排版 根本不是像現在數位一樣 就是活版印刷嘛對不對 就是一個字一個字 把它拼成一個大半 然後再印刷 那現在你要像 把它拼成那麼 完全依照以前的樣子 這是以前的那個排版的樣子 那把它拼成這個樣子 真的難度很大 寶島麥藥秀裡要仿骨 每個字型大小 還有排版印刷 圖紋搭配都是關鍵 有些東西你字型一用錯 味道就跑掉 我們做好比賽之後 我們反而是一個個元素 把它印出來 然後拉去樓紗引印 用銀字附印 印的大概十五次都有 很多 超過 超過十五次 就希望它 不要有電腦那麼完美的線條 所有東西都破的 然後我會稍微扭一下 扭練一下那個紙張 所以你看到那邊 所以線條都把它弄到破了 設計師Andrew說 專輯包裝設計 其實是重要的配角 他帶出整張專輯的風格 獨立團體其實不一樣 其實你做他們的音樂內容 你沒有辦法用極簡的方式做 因為他們就是 他們是很熱鬧 很多質感的樂器 他們的錄音是用 單身到錄音的 Mono的 對啊 他們用 包括那個錄音機 都是要找 那個年代的錄音機 它的麥克風 都是古董 他們用盡了很多方法 又做到一個很舊的上面出來 所以我的早餐 我一定要配合它整個概念 我是其實概念裡面 只用一分子而已 走 亮橘色的專輯包裝設計 從封面上敞開心胸的 要換壺開始 跟著泥潭地浪人的音樂 找到恢復好心情的良藥 跟著泥潭地浪集團 therefore就直接走